面對時下癡熱的樓市 很多買家不惜無條件出價 將自己置於巨大風險中 同時還造成一些驗樓私失去工作機會 文章報導 加拿大房地產協會的數據顯示 上個月安省的平均樓價為92萬2千多元 比去年同期飆升兩成三 目前的賣方市場 令買家在競投時 為了買到心儀的房屋 不惜取消譬如房屋貸款和驗樓等所有條件 有資深的驗樓師就表示 很多買家入住後才發現問題 為時已晚 安省註冊驗樓師協會 就預計 全省現在只有一成半的交易 有驗樓的條件 而註冊驗樓師 由2017年的827名 減至現在的80名 變成210 1 3 4 4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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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